大家好 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是2024年5月24日 星期五 在這裡和各位網友說一聲Happy Friday 今天我想和大家再update一下 何生何太事件 因為林作又出來抽水了 我會和各位說一下 林作如何抽水 和一些法律知識 好 我們立即開始 雖然現在東張西望沒有繼續追訪何生何太 但是何太千與BB的抖音都是有不斷更新的 而且他預告在5月29日就會和何生一起做直播 關於這些Juicy的新聞 有抽水王之稱的林作 當然衝出來抽水 他竟然就重金禮聘 出十萬元邀請何太 和他合作開設一個煲湯 Crossover資產配置課程 他標榜就說 何太會教學員煲出五款美麗湯 就令到學員拿到想要的東西 而且林作還說會從法律角度 教識各位怎樣資產分配和遺產管理 林作暫定就是每位學員收四百五十元 總共想收一萬位學生 一萬成四百五十就剛剛好 幫何伯和何太拿回四百五十萬 但是當何太被追問究竟會不會和林作合作開班的時候 他就一口拒絕 不止這樣 何太就說 其實有公司邀請他和米芝蓮大廚切磋廚藝 但是何太仍在考慮當中 這件事大概就到這裡了 除了這個合作新聞之外 何太也說可伯疑似說想改遺囑 這個是網上的傳聞 接下來我就會和各位網友分析一下這幾件事 首先 林作又出來抽水 他已經是個過街老鼠 之前虧了這麼多 都不知不知不知 又要黏在何太那裡 何太也想拒絕了他 還有現在根本 他被保城炒了之後 根本就沒有東西做 還要出來 在這裡教網友怎樣理財 那你JPEX那件事 還不夠嗎 說真的 當然 現在是未作定論的 我也不說這麼多了 但是我呼籲各位網友 千萬不要再上當了 這些事情 真的小心為妙 因為說真的 他個人本身誠信也有問題 各位網友我覺得對不對 另外就是關於可伯說改遺囑的事件 其實可伯還有沒有遺產呢 這個就是問題 接下來也會和各位說一說 關於遺囑的一些法律知識 其實我都和大家說一說 究竟有立遺囑和沒有立遺囑的分別 主要如果你有立遺囑 就是你可以定名 誰是你的遺產執行人 以及誰是你的遺產受益人 到你百年歸老之後 做這個遺產承辦 就會簡單方便很多 以及你的後人也可以依照你的意願 去處理你的遺產 其實我是鼓勵網友去立遺囑的 關於遺產執行人是有兩點的注意事項 根據香港法例 遺產執行人最多是可以有四個人 而且遺產執行人在管理遺產的時候 是要連滿二十一歲的 還有另外一點可能比較少網友留意到的就是 大家都可以將自己想要的葬禮安排的形式 寫在遺囑裏面 就可以等候人幫你安排 其實這個是比較少人做到的 大家可以做回 因為有些人可能想土葬 有些人想火葬放在特別一個地方 或者有些人想海葬 其實寫明是好事 免得候人違反了你的議員 以及令你的候人比較容易做些 是好事 如果各位網友是武立遺囑的話 通常遺產執行人就會由你近親做 例如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子女 以及遺產分配就會根據香港遺產法例 複雜很多 之後如果各位網友有興趣 我都會再出片跟大家詳細說 一些遺產的知識 另外有一點很多網友問我 就是關於子女是怎樣分為遺產的 因為沒有結婚 有結婚 所生的子女 總之有血緣關係的子女 在沒有遺囑的情況下 都是可以有遺產分的 在沒有遺囑之下 因為如果你有遺囑 就會定名根據遺囑的意願分 所以其實都是那句 有遺囑所有事情都會容易辦些 以及遺產分配也可以根據死者的意願 還有有些網友會問 領養的子女是否可以分配 若果你領養的子女 是根據香港法例的領養程序處理的話 這位領養的子女 都是同樣擁有遺產的繼承權 這個當然是在沒有遺囑的情況下 因為如果你根據程序 即是他等於你的子女 就不需要血緣關係 大家要留意 但當然都是那句 如果你想分配特定的人士 或者捐給一些慈善機構 最好都是有遺囑 所以我也是那句第三次說 是鼓勵各位網友 立平安寺留遺囑的 還有如果各位有看電視劇 那些豪門真產劇 很多人就會問 口頭遺囑算不算 我跟各位說是不算的 好像說 爸爸臨死之前說過給我多少錢 或者說把一盤生意交給我 這些是不算的 遺囑是一定要白紙黑字 有做遺囑的人簽名 還有兩個見證人 才是生效的 大家要記住 所以口頭遺囑是不算的 不要以為看了電視劇就真的 大部分電視劇都不是真的 只是誇大 令到劇情好看一點 說明拍戲 另外除了遺囑之外 如果有些人資產太龐大 或者很多房子類 就會選擇成立一個信託基金 就好像那些家族辦公室 其實香港也是爭取了很多家族辦公室 來做資產管理 如果各位網友將來有興趣 我都可以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題目 好了 我在此邀請各位網友 留言在下面 告訴我 關於平安寺 遺囑 信託 有什麼想聽的 我將來做多些資料搜集 都會跟大家講 還有我下個星期 還會錄一條片 就是關於聯名戶口 這條是會員專享的證人影片 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留言下面告訴我 我都會錄片 解答各位的問題 好了 我今天和各位跟進何生何太 和林作的抽水事件就到這裡 希望各位都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都會做一回應 如果各位網友覺得我這條片 是講得好 講得對 有養份的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星期一節五 每日一片 和各位講一些社會時事 國際時事 一些軟性新聞 一些騙徒的最新行騙手法 和各位怎麼可以防止被騙 最重要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和各位講出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讓各位不會誤墮發網 我在此祝各位一個愉快的週末 和今個禮拜下雨 記住拿傘和小心 多謝